新北市永和分尸案 昨天凶嫌死者大哥是在台北市公馆落网 什么原因让他来行凶 他说是弟弟欺负他 一个人住三间房而且还借钱不还 原来外传说他户头有三千万元 这是误传 事上他是半街友 而且存款只有二十几万元 因此在上月三十一号 兄弟俩再度是为了这五万元的借款争执 嫌犯痛下杀鸡 隔天凌晨就趁着弟弟手税的当中来行凶 连续两天他破坏遗体之后 就直接丢进垃圾车里面 直到这月五号死者有人报案 当时嫌犯他返家之后 看到远警在家门口 当场是心虚逃逸 但昨天还是遭到远警埋伏逮捕 原来当时嫌犯他是拎着这样的红色行李箱 但是他很担心太过招摇 就寄放在草伤里面 这因此成了落网关键 警方特地是拜托店员帮忙来拖延 最后因此成功逮人 而现在所有市政也陆续来曝光了 包括这名嫌犯当时是在卖场买凶 用到了影像 还有他打包遗体丢进垃圾车里面 因此现在嫌犯被遗咒杀人 毁损尸体还有弃尸等罪嫌 移送法班 背着侧背包的灰衣男子 骑机车进了巷弄准备回家 但是上楼后就再也没出来 这是永和分尸案死者的最后身影 经常欺负我打我 七十三岁的梁姓大哥 残忍杀害肢解最小的弟弟 落网后依杀人毁坏尸体 遗弃尸体被移送新北地检署 雙手背上靠心思还在前身上 他逃亡六天后 终于在公馆商圈超商落网 破案关键就是这个超显眼的 红色行李箱 凶贤过去是计程车司机 他只称退休金不多 存款只剩三十万元 弟弟却陆陆续续跟他借了五万块 迟迟不还 三十一号晚上双方起口角 一号凌晨三点 趁着弟弟熟睡杀害 他连夜肢解遗体 在当天中午十二点 还有隔天晚上七点 分两次丢弃垃圾车 因为袋子有点透明 还特地用旧衣物包裹 四号他出现在台北万华五金行 买新的戾气 而五号事迹败落后 不方便开车的他 就搭公车在双北逃亡 不过敬劳爱心 游游卡仍然泄露了他的行踪 朋友赶来殡仪馆送良性死者最后一程 他们原本要一起到医院报到 因为联络不到人才报案发现分尸案 原来死者十多年前辞掉罚警 照顾妈妈后 终于在上个月考过居服原证照 原本九月要开始工作 没想到才差一天就可以展开新生活 却惨遭毒手 这一段报道